台湾一周刊爆料 陈睡变儿子陈志忠召记丑闻 陈志忠夫妇两全盘否认 坚持提告道 这个整个是完全是非常冤枉 非常荒唐 非常可笑 你们就不要跟着报道 因为这个就不是事实 台北市长选举最新民调 郝龙斌44% 苏贞昌41% 两人成为 差距缩小 我在稳定的领先 所以对我也是个很大的鼓励 台湾一主持人播报过程中 意外吃蚊子 气喘发作紧急送医 各位好 欢迎收看动乱卫视海峡五报 我是林芝 中午的时间 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新闻 昨天台湾政坛传出爆炸性新闻 陈水扁的儿子陈志忠 深陷招记丑闻 台湾一周刊指称 陈志忠在月初以5000元新台币的代价 叫了一名应召小姐到汽车旅馆偷欢 这名女子指正利利 周刊也声称握有陈志忠性交易的录音带 而陈志忠本人则是第一时间就出面否认 当然这个整个是完全是非常冤枉非常荒唐非常可笑 我们是觉得非常的好笑 不知道要不要来形容 周刊报道 7月2号晚上11点59分 陈志忠的车子出现在超商前 接应了应召女子妮扣上车 不到5分钟 两人来到Motel可以保持距离进出 不过还是一同搭电梯上楼 40分钟之后 陈志忠的坐车又出现在同一个路口 被发现妮扣从这里下车 车内的驾驶到底是不是陈志忠 周刊报道说 他们之后也收到四段 招进男子跟叶子的对话录音带 周刊报道 招进男子声音酷似陈志忠 时间就在7月2号深夜11点37分 当时男子先叫小姐学急抱上自己的车牌 还问说要多久 而第二头叶子回电说要等五六分钟 男子还说他五分钟就会到了 后来叶子再度致电给男子 说交易金额要5000元 因为是大学生比较贵 这还让招进男子笑得出来 这代步的休旅车 我就提供给了我一个朋友 灵性的朋友在使用 那我们大家都是很好的朋友好兄弟 所以我也不会特别去过问 不过硬招女子Niko承认上班第三天 就跟陈志忠上宾馆 一场桃色风暴 谁是谁非 恐怕只有请当事人出面 才能拎清真相 陈志忠为自己身陷的丑闻强力消毒 他妻子黄瑞静的态度 也引发外界的关注 昨天黄瑞静与陈志忠一同前往台北看守所探视陈水扁 他几度情绪激动 痛批媒体胡乱爆料 并且表示对丈夫陈志忠是百分之百的信任 你们就不要跟着报道 因为这个就不是事实 他有看到陈志忠吗 动用这么多人 太无聊了 黄瑞静语气越讲越激动 博斥陈志忠朝气传闻 是子虚乌有 强调自己就是先生的不在场证明 黄瑞静更质疑这名女子出面指控别有居心 我看到女媒体她们是写妓女 那那个女的给她钱也许她也可以配合啊 对不对 如果真的需要提告 那个女的我们也会一并提告 痛批收看 剧编的太差 黄瑞静坚称丈夫没做错事 黄瑞静坚信丈夫没有召计 而被周刊拍到的这名女子妮可 来自屏东 纪念23岁 身高165公分 高职美容科系毕业 因为投资失利才会下海兼差 自称爸爸是民进党的死忠支持者 而他前几天才在百货商场 看到陈志忠带着老婆和孩子逛街 他怎么样都不会认错人 而经过昨天一天媒体的狂轰烂炸 陈志忠昨天晚间 照样到高雄市前镇区跑谈拜票 不受召计事件的影响 今天上午10点 陈志忠在高雄竞选总部开记者会 正式向外界说明 他要对一周刊和花秘妮可的应召女子 提出告诉 台湾一周刊关于陈志忠的召计报道 仍有许多疑点有待厘清 国民党近明代邱毅有加码爆料说 陈志忠嫖记的消息在高雄已经不是秘密了 整起事件会曝光 其实是一名应召战的业者 半年前就开始搜证 现在时机成熟 才大败于天下 在半年多以前 他就会谈说陈志忠是他的客户 针对陈志忠召集一云 邱毅说半年前就听业者说过 他是应召战的首客 他去找苗江找女人的消息 其实早已经被有心人士 早已经锁定 而且早已经在积极的收证中 邱毅说得煞有其事 不过应召战业者为什么要收证 背后动机是什么 邱毅并没有明说 倒是陈志忠说 这一切都是选举引发的恩怨 我们要参与选举是有心理准备说 势必会遇到各种 不可思议的光怪陆离的 抹黑的这种爆料 但是如今去亲身遇到 心里面还是觉得很难过 真的是选举阴谋吗 看一下这次陈志忠参选的小港前政区 年底一共要选出八席议员 国民党跟民进党各提名四席 现任议员参选 五党既有陈志忠跟秦阳抢票 竞争相当激烈 但是选战期间台面下下重手 抹黑对手召计 同区的参选人都说不太可能 你的家族身份的背景 所以我认为志忠先生 他不至于会荒唐 荒唐称这个样子去做这个事情 不会啦 因为我觉得还是这样 就是还是以事实 追逐事实为原则 但如果真如邱毅所说 陈志忠半年前就被应召战业者盯上 还被人搜证 为什么等到现在才曝光 是为了影响选情 还是有其他的目的 这真的是场政治阴谋吗 重重疑云 有待进一步理清 陈志忠的召际传闻 在岛内政坛投下震撼弹 先前也曾深陷婚外情丑闻的 国民党籍民代吴玉生 被问到这起桃色事件时 似乎有感而发 他说虽然很不喜欢陈水扁 但是他认为 爆料的媒体应该要拿出证据 陈志忠被周刊爆料 也被同一本周刊 跟拍上宾馆的吴玉生 以过来人的身份现身说法 我不喜欢陈水扁 但是我对陈志忠先生被这样报导 我认为报导的媒体 有更高的责任跟义务 要去举出人证物证 才能够做很明确的指控 报导的媒体有责任 我觉得当事人也应该要 公开的站出来 说清楚讲明白 对台湾社会会比较好 否则又变成政治阴谋论 蓝军有人大表同情 也有人趁机挖苦 他们是一向一路走来 始终如一嘛 反正有的就说没有嘛 我最近就交代我服务次 这个我的车子 通通不能借给任何人 但有人把陈志忠的风暴 拿来跟吴敦义竞选时的 假录音带相提并论 吴敦义动尾条 他明明他是犯罪 变造的呀 那陈志忠的事我不知道 你怎么可以轻易把陈志忠跟我相比 陈志忠的桃色风暴 也一样在改选后的 第一次民进党中常会中发烧 他既然否认 那周刊或是说媒体认为有 那应该再提出证据出来 你认志忠会这样吗 就常理来想应该不会 我们都没有听说过这些传闻 所以邱毅讲的那种传闻 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听来的 召集事件是真是假 外界看不清的真相 却依旧在蓝绿延烧 我们再回到这起桃色风波的中心人物 陈志忠和他的妻子黄瑞靖身上 在召集一运爆发之后 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一举一动 都被台湾媒体放大解释 台湾媒体回顾夫妻两个人 从交往到结婚的经过 发现两个人的关系一路亲密 但是贬家爆发洗钱案之后 黄瑞靖跟着被卷入 他与陈志忠之间的互动 和先前的恩爱表现 似乎也有了落差 一次面对这么多媒体 会不会心里觉得怎么样 不会啊 因为我们常上台是还好啦 和陈志忠相比显得落落大方 2005年5月14号 被周刊曝光两人已经正式交往后 黄瑞靖第一次亮相 实时紧扣 安抚有媒体恐惧症的男朋友 轻易举动毫不害羞 没有啊 因为太阳又很晒 然后又 那个 蛮冗成的吧 所以聊下 一些 一些 那个 这 无关紧样的话 毕业典礼上 婆媳的亲密互动 共享一杯水 甚至还轻轻脸霞 一度传出 他为了加入陈家 抛下音乐系的学长男友 但丝毫不影响两人感情 结婚典礼上 还开放让媒体全都录 永远的爱点他 克务他 照顾他 交往到结婚时间超快速 但之后跟着曝光的 除了夫妻的浓情蜜意 还有动辄千元 甚至上万元 享受高档料理的优渥奢华生活 结婚产子也被媒体盯紧 甚至中 黄瑞靖的孩子 能够在台湾生产 因为扁家的压力 黄瑞靖顶着身孕和老公 从没反台产子 这时黄瑞靖 已经少了笑容可居的亲切 夫妻俩的互动 也和先前有差距 扁家洗钱案 更让黄瑞靖一度泪洒镜头 其实对婆婆 还是对家人 黄瑞靖跟着扁家起落 如今周刊又报道 老公陈志忠的花边绯闻 这段曾经令人羡慕的恋情 下一步会如何发展 备受外界关注 好的 我们稍作休息 接下来进一段广告 海北市长选举最新民调 郝龙斌44% 苏贞昌41% 两人差距缩小 我在稳定的领先 所以对我也是有很大的鼓励 不满苏贞昌在民进党中常委改选时 暗中实力 吕秀联落选后抱怨连连 都不应该投票选出来以后 打一个电话就说 我谁换谁 这是我觉得蛮压抑的 台湾艺主持人播报过程中意外吃蚊子 气喘发作紧急送医 好的广告之后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新闻 现在距离台湾年底五都选举 还有一百多天 根据台湾TVBS电视台最新的民调 在台北市部分 郝龙斌的支持率目前为44% 苏贞昌的支持率为41% 相较于五月底的民调结果 双方的差距越来越小 根据TVBS最新民调 郝龙斌支持度达44% 苏贞昌支持度达41% 相较于上一次在五月26号进行的民调 郝龙斌支持度有46% 苏贞昌有41% 差距缩小 对此苏贞昌表示乐观谨慎 民调数据有拉近 但对我们来讲是一种鼓励 那不过这个可能是因为 苏市长候选人 最近不断的在跟市民基层做互动 我想大概效果是因为这样子 说苏贞昌第一时间已经掌握了民调数字 但该好的行程 该做的沟通一刻都不会松懈 另一方面 台北市长郝龙斌谈到对手的民调 陆续逼竟气势更没有示弱 这样的数据让他们是个大鼓励 我在稳定的领先 所以对我也是个很大的鼓励 谈笑风声流露信心 老神在在说稳定领先 双方建议回应民调 感觉都很有准备 在展现自信和激起对方危机意识中间 谨慎拿捏 在选战越来越近的这个时刻 谈算更加小心翼翼 民进党中常委改选结果日前出炉 吕秀莲无法挤进民单当中 而原本也落榜的民代陈明文 却因为苏贞昌指示子弟兵让位 得以顺利进入中常会 面对这样的选举过程和结果 吕秀莲对外大表不满 苏贞昌的一通电话 改变了民进党中常委的选举结果 这让失去中常委的吕秀莲很不舒服 就像有人希望谁当选 希望谁都选 都不应该投票选出来以后 打一个电话就说 我谁换谁 这是我觉得蛮亚异的 吕秀莲开炮 在台北市跑踏的苏贞昌这样回应 不谈中常委的选举恩怨 苏贞昌站上台卖力推销自己 他拿脚踏车道的建设 按亏郝龙斌 如果不可以做的做脚踏车道 就是做那种没头没血 做后就大家都说要脱条 你算是卡车车 算是可以卡车车就会拖出那种 台上批评对手 拉台党籍市议员 台下谈早产的小孙女 已经平安回家 脸上满是笑意 对党内的权力改组恩怨 孙人昌不碰触 设立停存点 针对吕秀莲落选民进党中常委之后 的这番表态 我们来连线台北大学郑又平教授 郑教授 您觉得吕秀莲这么愤愤不平的原因 究竟是什么 吕秀莲对这一次选举的结果 愤愤不平 当然是因为他自己没有办法 如他所愿的挤进中常委的行列 吕秀莲原来的盘算 是想跟蔡同荣合作 把他自己那一票 原来可以投给他自己 让他以保障的妇女名额当选中常委的机会 先给了蔡同荣 保送蔡同荣上垒之后 再让自己进入第二轮的选举 那么依照妇女保障名额的配额 让他自己能够安全进入中常委的行列 但是这个如意算盘 据了解当时是在会场里面 当时在会场里面据了解 是被新潮流系试破了他的轨迹 所以立刻推出来两名的女性候选人 所以他第一轮就被淘汰掉 2010年的五都选举之后呢 还有立委选举 以及2012的这个全台湾的大选 2012年的大选呢 他对民进党整个权力结构来讲 是至为重要的 而身处民进党权力核心的中常委 这一个小圈圈呢 刚好是决定整个民进党 提名策略党政大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权力核心 所有人现在之所以会再度的回到这个权力场域来争夺 当然就是着眼在2012 所以吕秀莲今天呢 非常不高兴 是这个盘算没有让他 是他的这个盘算的落空了 那么根据您的分析 您觉得吕秀莲甘心就此退出 还是说他会采取什么样的动作来收服失地呢 吕秀莲这个人的个性 我们要从他过去的生涯之力来看 他早期搞过妇女运动 那么他从美国念完书回来以后呢 在台湾搞完社运参加政治 他在参加政治的过程当中 曾经卷入了美丽岛的事件 那么他也因此而做过苦劳 在国民党威权时代呢 吕秀莲是做过劳的人 而且据说他在牢里面的受到的待遇 也不怎么好 吕秀莲这个人 因此培养出来了一个 非常具有战斗力的一种韧性 一种毅力 他是绝对不轻言放弃的 过去跟他共事过的人都知道 吕秀莲这个人绝对不会轻易认输 而且他会打持久仗 所以今天就算 他在选举民进党中常委的这个过程当中受到了挫折 毕竟他还是民进党的中职委 换言之他还是有一定的发言权 以及对党内事务的参与的这个可能性 所以对吕秀莲来讲 目前这个状况 他一定在发完怨言之后会暂时隐忍 等待的下一个机会 套一句苏贞昌曾经讲过的话 吕秀莲现在也是蹲下去 为的是累积他跳起来的能量 同时他在正 他还是在等待热带气旋的来临 让他一飞冲天 所以吕秀莲这样子的政治人物 绝对不要用一时的成败 来判断他未来的政治走向 在吕秀莲进逐中常委落败之后 目前民进党主要剩下蔡英文系和苏贞昌系在拉扯 有人说如果加入吕秀莲 会让民进党内意见更加多元 郑教授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说法 吕秀莲这一个人呢 他不代表任何的派系 但是我们平心而论 如果吕秀莲这个人 能够进入民进党的中常会 没错 的确会让民进党里面的发言的多元性的 再提升一点 现在的民进党的整个中常会里面 变成是苏贞昌派系 以及过去的新潮流派系 联手主导的一个大局 苏贞昌以及新潮流联手起来 大概可以掌握六票 也就是说在民进党新的这个中常会里面 任期两年 在未来这两年里面呢 苏贞昌最起码有掌控过半数的实力 蔡英文跟苏贞昌之间的矛盾 只可能因此而加深 所以将来在中常会里面 他的声音应该只会有苏贞昌系 新潮流系 充其量再加上蔡系的这个声音 其他的这些声音大概意思是冒不出来 蔡同荣公妈派或许挤进去了一席 但是呢 声音太过微弱 民进党内部 其实这些年来一直出现了一个状况 就是个人化的现象越来越明显 少数派系独大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 对于民进党来讲 过去标榜的是党内民主 但是现在我们看他整个权力生态的运作 恐怕党内民主只是依据空谈的口号 将来只会沦于少数人在这个里面做权力利益的交换 好的 谢谢郑家说的点评 我们再来看一条两岸农业合作的消息 黑龙江省经贸文化考察团 21号在台北举行 黑龙江台湾食品加工与贸易合作肯谈会 台湾农业相关业者与厂商悉数出席 与黑龙江同业达成投资 8.5亿美元的食品加工合作意向 我们来看东南卫视驻台记者从台北发回的报道 此次黑龙江台湾食品加工与贸易合作肯谈会 通过农业合作方式 全面展示黑龙江省绿色特色食品的开发成果 农产业者希望借此次肯谈会交换市场经验 经营心得洽谈两岸企业双方可能的各种合作发展机会 我们这次的目的就是宣传和推介黑龙江的产品 比如黑龙江独具特色的 像蓝莓双方要进行这个沟通洽谈 将来我们也多来他们也多去 逐步的搭建这种交流的渠道 好的我们稍作休息 接下来进一段广告 台湾艺主持人播报过程中意外吃蚊子 气甩发作紧急送医 港台演艺圈亲属女郑当红 最新研究称女人30岁左右最美丽 详细内容稍后送上 欢迎继续关注东南卫视海峡五报 带您来看一起发生在主播台上的小意外 日前台湾中视五间新闻的一名黄姓主播 播新闻到一半的时候竟然意外吞进了一只蚊子 害得他气喘发作紧急送医 其实在主播台上发生的小状况还真是不少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不过汪秦南的父亲统知女友却跳出来爆料 播着播着这主播的声音怎么哽咽起来 再看一次 台中角头汪秦南遭到枪杀的案子 这个案情已经出现了一个大逆转 旁边的红圈撑起来的就是这只角局的蚊子 但是在主播台上不能乱挥也不能赶 忍到最后蚊子竟然跑到嘴巴气管里 害得这位主播黄秦气喘发作送急诊 躺在病床上一脸卷容 连自己都觉得是史上最扯 被封为吃蚊子主播 其实主播台上会发生的临时状况还真不少 像是美国这位记者嘴巴就遭到小鸟粪便攻击 当也挡不住让人傻眼 或者是澳洲这位主播 就遇到大海欧来搅居 还有看起来是主播的两倍大 不怕当时棚内导播跟摄影早就笑成一团 主播还是要很镇定 场景换到芬兰 这位主播播到一半从椅子上跌落下来 连自己都笑场到不行 只能说主播台上突发状况白白肿 但像台湾主播黄秦这样 吃到蚊子引发气喘送医急诊 恐怕还是史上第一回 每个人对美的观点不大相同 不过现在英国的一项研究调查报告却指出 30岁前后的女性是最美的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时候的女性 不管外表打扮专业谈吐都显得有个性和自信 而放眼港台的演艺圈 不少当红的女艺人似乎还真的都处在这个年龄段 小S幽默自信 侯佩晨大方聪颖 虽然之个性不照做 这些女性演艺事业各具一方 刚刚好走红时全都刚好是31岁32岁的熟灵美女 根据英国一项研究显示 30岁前后女性比17 18岁还要美丽 如果这套观点放眼演艺圈似乎不谋而合 志玲姐姐30岁进入议坛 虽然算高龄 但一出道就红透半边天 出道将近10年31岁 因为演出拜权偶像剧而声名大噪 杨锦华成为新一代的广告女王 31岁还真的魅力无敌 就连看遍演艺圈无数美女的美容专家也很认同 什么样的妆 什么样的造型 更能够凸显自己的特色 Baby Feet掉了之后 你的五官轮廓变得更突出了 所以30岁上下的这种亲手女 她所展现出来的美丽 是从里面到外面 亲手女的吸引力 不管外表自信谈吐 还有专业工作能力 看来也是男性认为女性31岁最美丽的重要因素 好的各位 今天中午的新闻就是这样了 感谢收看 东南卫视海峡新光 激情夏日2010暑期编播季 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锁定东南卫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